大家好,接下来继续来学习存货的内容 一起看下一个考点,周转材料 首先呢,经过了前面原材料内容的学习 您肯定会觉得说,哇,内容好多,而且也比较有难度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周转材料 您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相较于前面,发出材料的计价方法,以及原材料的内容 周转材料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 而且内容呢,也没有那么多 难度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咱在学的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松口气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周转材料是什么 它是指,企业能够多次使用 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逐渐转移其价值 仍能够保持原有形态的材料和物品 在这里您先大体的听一下它的这个概念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会单独讲周转材料的组成 周转材料包括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我们一会儿去讲它们两个的时候 会单独的再去介绍 去强调它们有什么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说周转材料里头有什么 也会去解释它的一些内容 好,今年又增加了很多小企业的知识 您知道的,在这里也涉及到 以及小企业 这里强调的是建筑业的小企业的 钢模板、木模板、手脚架等等 您看这些模板 那它显然呢就符合周转材料的定义 这些钢模板、木模板 它的价值相对来说不是很高 但是呢,您用一次用两次 它的形态是不是不变 这是典型的周转材料 好,我们展开去说一下 咱在考试的时候 主要看的是企业周转材料 也就是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相对比来说 包装物更具有可考性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包装物的内容 包装物是指为了包装商品 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 比如说筒啊、箱啊、瓶、弹、袋等 这都是用来包装的 具体来说包括哪些 这些呢有可能会出选择题 但它出选择题的时候 不一定问你的是 以下选项当中属于包装物的事 如果这么问 当然要从这里去选 它也有可能问的是 以下选项当中属于周转材料的事 您属于包装物 是不是就属于周转材料 因为包装物是中转材料的一部分 对吧 好,这块要想明白 咱们从它包括什么的角度上 咱如果真说出题 您应该是比较容易拿分的 因为这里包装物三个字 都给您放在这了 但是我们还要具体再说一下 对于包装物这里 链接到考试当中 最主要的考点 就是有几个关键内容的账务处理 我在这里给您讲 包装物内容的时候 就会连带着先说一下 后面还会再单讲 首先 生产过程当中 用于包装产品 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比如说咱们现在生产加工冬小二玩偶 但我们不是直接把这个布的玩偶 卖出去就完了 我们还得呢 给它包装一下 比如说外头套个塑料袋 然后呢 再给它放到精美的纸盒里头 包装一下 再卖出去 那么 当我们去生产冬小二玩偶的时候 最后咱们就要去领用这些包装物 比如说这些塑料袋啊 还有外头的这个包装箱啊 把这些领用过来干嘛 用来生产冬小二玩偶 那这些包装物 最终就会去到生产成本 就是借生产成本增加 代方呢 就是周转材料 盖包装物 后面会单独讲账物处理 这里您先听一下 第二个 随同商品出售 而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我们链接着第三条 一起看 这是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这两个很容易混 而且从周转材料的内容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考的话 非常容易考他们俩的账物处理 好 我们先来想一想 首先他们都是随同商品出售 那得有商品卖出去啊 比如说 咱们现在是卖冬小二玩偶的 我们现在卖冬小二玩偶的时候 就说了 是只要你来买我的冬小二玩偶 我呢 额外 单独送你一个精美的包装袋 注意这是 您买我的玩偶 我免费送给您的 从企业的角度上 这些包装袋就是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也就是没有单独收钱的包装物 那你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白送给他 我留着挣点钱不好吗 为什么白送 其实就是为了卖东西啊 你想 如果说啊 咱们家卖冬小二玩偶是50块钱一个 别人卖也是50块钱一个 但是我们在卖冬小二玩偶的时候 免费附赠一个精美的包装袋 但别人不送的情况下 是不是客户很有可能买咱们的 所以这就起到了一个促销 帮助我们去往外销售产品的作用 那这就是为了销售而花的钱 这些周转材料包装物就会去到销售费用 好 这实际上就是为了往外卖东西而发生的成本 寄到销售费用当中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随同商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这是指我们每卖出去一个东小二玩偶 然后呢 我们跟客户说了 只要您愿意额外的多支付一元钱 我们就给您一个非常精美的包装袋 这回的这个包装袋 是不是单独计价了 单独计了多少钱 一块钱 一旦单独计价 您就可以理解为 我们是单独给它卖出去的 您单独把它卖出去了 咱就可以单独确认收入 您要想明白啊 我们企业主要是生产东小二玩偶 然后往外卖玩偶的 所以我们如果卖东小二玩偶 取得的收入是主营业务收入 现在烧带脚 卖包装物 这肯定不是咱们的主营业务 这一部分我们取得的收入 记得是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周转材料包装物的成本 会去到其他业务成本 这一块的处理 我们在后头都会给您讲 好一定要看好啊 如果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 那我就会单独确认收入 单独结赚成本 如果说不单独计价 那我就是为了卖东西 而白送给人家的呗 那么这就是为了销售而花费的 所以这个时候 记得是销售费用 这一块的账务处理 在后头都会展开说 但因为它是此处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前面先给您前情提要一下 接下来看第四大类 出租或出借给购买单位使用的包装物 首先我们来想一想 出租和出借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很明显啊 就是是不是收钱 对吧 如果我们是出租出去 我们是租出去 那肯定会有租金 就会有对应的收入 而如果我们是借出去 借出去 咱们只要没有提前说好 让人家给什么代价 那我们就是白借给人家的呗 对不对 好 先想明白了 出租是有偿的 出借呢 是无偿的 接下来我们来想想 它们两个所对应 好用的包装物会寄在哪 一旦我们把它租出去 我们就会取得对应的租金的收入 那我们再来一遍 咱们这个企业主要是生产加工东小玩偶 然后往外卖玩偶的 现在把包装物租出去属于主营业务吗 显然不是 这是属于其他业务 所以对应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相应的包装物的成本 跟的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跟这里是一样的 再来是出借 您想我们为什么把包装物白借给人家呀 想一想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生产啤酒的 那么啤酒是不是不好运啊 我们现在呢免费的借给客户 大木桶用来去储存和运输这些啤酒 咱是免费的借给客户 好那您想一想 如果别家也是生产啤酒 卖啤酒的 别家的酒跟咱们家酒 价格呀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别人是把包装物租给客户 收客户的钱 而咱们是白借给客户 您说客户愿意浸谁的啤酒 当然是浸咱们的呀 所以就又想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会白借给人家 不还是为了多往外卖点吗 这还是为了销售而承担的 这一块仍然是属于销售费用的内容 好 我这里大体说了一下账务处理 不要着急 后头会单独讲 咱再来看一下包装物的内容 包括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以及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和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还有出租或者是出借的包装物 好 这是对于包装物内容的说明 我觉得您没什么问题 咱就是看包装物这三个字 您也能给它找出来 接下来看一下 今年新增的小企业会计准则 针对于这些包装物的处理 其实我们从前面到现在 接触到很多小企业的准则了 您可以总结出来规律 小企业 它是不是基于整体规模比较小的特点 它的很多的处理 相较于企业的会计处理 是给它简化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对于各种包装的材料 如纸 绳 铁丝 铁皮 等 这些其实呢 是属于相对来说价值低一些的 而且几乎是一次性就包装完了的这种 这些呢 是记在原材料科目当中核算 如果是用于储存和保管产品 材料 而不对外出售的包装物 这种用于储存保管产品等的包装物 通常使用的时间都会比较长 那它的价值有可能大 有可能小 对于小企业来说 就会按照价值大小和使用年限的长短 分别在固定资产科目或原材料科目当中核算 这一块具体怎么处理您就不用管了 因为大体看一下就知道 肯定是说如果价值小 使用年限短的那就是原材料 如果说价值大 使用年限长的就是固定资产 但具体怎么区分您不用管 而且我们教材上并没有强调这一部分的账务处理 咱也不需要单独的对于小企业 针对于包装物这里的处理 有什么过多的深入的研究 好继续来看包装物的账务处理 那这里的账务处理仍然还是默认的是企业会计准则下的 我再次强调 咱们这本书只要没有单独强调小企业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都默认的是企业会计 咱们是企业会计下的 基于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好 为了反应和监督包装物的增减变动 及其价值损耗 节存等情况 企业应当设置周转材料包装物科目去进行核算 周转材料包装物 包装物是不是属于二级明细科目 周转材料是一级科目 看到材料 这是企业的东西 是企业的资产 资产是借加 代减的 现在因为我们主要核算的是包装物 看的是这个明细账户 一旦包装物增加了 就在借方增 一旦减少了就在代方减 余额一般代表是增加的一方 也就是借方 反应企业期末节存包装物的金额 很简单 我们重点看一下相应的账务处理 先看生产领用包装物 那么我们在前头又给您强调 您说我们现在生产出来的完整的东小奥玩偶 它应当是不仅包括玩偶 还包括外面罩的一个塑料膜 以及最外面还有一个纸壳 这也就是一个纸质的包装盒 好 这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那么此时是不是就会涉及到我们生产东小奥玩偶的时候 要去领用这些塑料袋啊 外头的这些纸箱或者说是纸壳 对吧 这都是包装物 您去领用的时候 周转材料 包装物就会在代方减少 去哪了 用于生产产品 在产品还没生产好之前 就先记到生产成本当中 所以是借生产成本增加 好 如果题目当中没有强调 用的是计划成本 那么我们直接就是默认用实际成本就完了 但是 如果题目当中提到了 要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此时您就得想清楚 咱们在前面在原材料那已经学了计划成本的思路了 对吧 我们往外发出去的时候 咱们周转材料 作为材料 在计划成本法下 收入发出节存都是什么 计划成本 好 比如说 我们发出去的这一批包装物的计划成本 假如说是8万 而实际成本是10万 我们在计划成本法下 咱现在周转材料 这就是我们的存货 它的收入发出节存都是计划成本 所以发出去的时候 它是在代方减少 减少的是计划数 而我们是不是说 咱们最终发出去 您确认的那个最终的成本得是实际成本啊 咱除了原材料那的烤茶 有些时候烤分布的账务处理之外 在后面其他存货那烤一般都是合并版的处理 那合并版的处理您就看 这些材料被拿去干什么了 比如说现在用于生产产品 那么我借方的生产成本直接写实际成本就行了 实际成本是10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差额在哪 差额是不是在代方 通过谁呀 材料成本差异来写 同时您也想想 您看我们本来计划成本是8万 实际成本是10万 这是超支了还是节约了 这是超支了超支了2万 对吧 您超支的这2万 本来超支差写在哪 借方超支 带方节约 本来是在借方是超支差 但现在呢 我们是往外发出去存货 发出是相反的 所以超支差 你看看现在在带方 是不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好 后面还会再有用到的时候啊 您看清楚了 如果说是实际成本法 那就简单了呀 那我们就是直接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借方生产成本 实际成本 如果是计划成本的话 就要再去考虑这种情形 后面我们再给您去讲的时候 就不再去讨论计划成本的这个情形了啊 不是说一定不考 极其偶尔的情况下也会考 但是相对来说考的更多的是实际成本的情形 而咱们的小伙伴们 如果说两个都听有时候容易混 所以我着重给您讲实际成本的情况 遇到需要您掌握计划成本情形的时候 就再来复习一下 好 看一下 随同商品出售的包装物 此时就要去区分 是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还是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我们在前面说了 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是不是就是为了卖东西 而送给人家的 这就是为了销售而承担的部分 计入的是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是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回忆一下 资成费借家贷减 所以应该计在借方它增加 那么贷方呢 是周转材料包装物 所以现在把这些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发出去的时候 它就在代方减少 那此时题目当中没有特别说明 默认的就是实际成本 假如说发出去的是10万的包装物 那么这10万呢 就要寄到销售费用里头 这是为了销售而花费的 好继续看 如果随同商品出售 但是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单独计价的 那么它就会单独确认收入 那比如咱在前头提到 你就会在代方确认 其他业务收入 看看考不考虑增值税 考虑增值税 还有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借方是收到的钱 确认完收入之后 就要节赚成本 咱们会赚到钱 也就会确认收入 是为什么呀 因为把周转材料包装物 卖出去了嘛 这是单独计价卖出去了 所以代方仓库当中的周转材料包装物减少 因为卖出去了 借方是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虽然带着成本两个字 可不是成本类科目啊 成本类科目就是那个无 研造生就四个 而其他业务成本 是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增加的时候 再借方 好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当中说 按照计划成本核算包装物 那我们在发生时 一般应当同时截转 应当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也就是跟这里一样 如果题目当中说 就是按照计划成本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处理的时候 借销售费用或者是其他业务成本 此时咱就写实际成本就可以 因为这些情形下 都是考核并处理 代方周转材料包装物 因为材料收入发出节存 都是计划成本 写计划成本数 差额呢 就是材料成本差异 当然 对于材料成本差异 它在借方还是在代方 您还可以通过前面的口诀 借方超支 代方节约 发出相反 再来去巩固一下 看一下这道例题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对包装物采用计划成本核算 说了啊 计划成本核算 某月销售商品 领用单独计价包装物的计划成本 为8万元 销售收入为10万元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13000元 款项已经存入银行 该包装物的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负的3% 好 首先 这个差异率是负的 意味着是节约差 那我们能不能先算出来说 发出这批材料 它所应承担的差异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用它的计划成本18万 去乘以对应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负的3% 您就可以算出来它所应负担的差异 那么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咱们最终发出去的这批包装物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就应该是用这批发出去材料的计划成本 加上那个差异 但是上面算出来的差异 它肯定是一个负数 所以这是加上一个负数 不就减去一个证数吗 好 思路有了之后 我们继续来做处理 首先 他现在说的是 出售并且单独计价的包装物吧 因为我们单独给它卖出去了呀 还单独的取得了10万块钱的收入 所以此时 但其他业务收入 咱们在后面第7章会反复给您强调 我们确认的收入 一定得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现在是增值税专用发套上著名的价款 或者是题目当中只要没说是含税的收入 那么默认的都是不含税的 我们就直接抄这个数 接下来呢 增值税单独记载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税额的贷方 借方呢 他说款项已经存入银行 所以借方是银行存款 收到多少 就是贷方两个金额的加盒 好 前面确认完了收入 我们就要截转成本 截转所受单独计价包装物的成本 那么首先呢 因为这里是不是涉及到计划成本法 那咱们在最终发出去的时候 您肯定得按照实际成本来 我们直接用合并版的处理 因为咱们除了在原材料那 考察分布版的处理之外 其他的部分 根据以往年度 如果考到都是合并版的处理 一旦是合并版的处理 您借方直接计实际成本就可以 那么计划成本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 发出这批包装物的计划成本8万 去乘以 一 加上对应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只不过这加的是负的3% 或者是您也可以给它单独去写 它的计划成本是8万 然后呢 我要加上差异 差异应当是计划成本8万 去乘以对应的差异率 也就是负的3% 算出来的是一样的 是77600元 那现在代方是周转材料 它作为存货当中的材料 在计划成本法下 收入发出节存都是计划成本 所以它在代方还是计划成本8万元减少 那咱们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箱等 直接可以倒挤出来 哪边少 建方少 补的就是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差异其实就是用 发出这批材料的计划成本8万 乘以对应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负的3%算出来的 对吧 好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是负的差异率 证明有节约差 那么节约差 现在在发出去的时候在哪 我们说如果是收入存货 那么是借方超支 代方节约 但是发出去的时候是相反的 您看看对不对 对 检查一下 好 另外我要说一下 那有同学说 说哎 这里我们讲了一道立体 是基于计划成本的 那是不是咱们考周转材料 包装物这些处理的时候 就喜欢考计划成本的内容呢 其实不是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还是实际成本的内容的考察 教材上也给到大家 实际成本的立体了 只不过实际成本很简单 我们会 所以我就没有带着大家 再去看教材的立体 筛选了一道 您不是很熟悉的 计划成本的立体 过来讲的 好 继续看 出租或者是出借包装物 那这些往下呢 我们都先不去考虑计划成本了 后面有练习题 遇到计划成本的时候再去练 因为主要还是考 实际成本 好 我们还是先要搞清楚 说我们到底是出租还是出借 不论是出租还是出借 东西呢 都会从仓库当中先出去 对吧 因为我不论是租出去还是借出去 是不是得先从仓库里头拿出去 所以咱们仓库当中的周转材料会减少 这里是周转材料包装物 库存包装物减少 这个三级明细您用备吗 不用啊 看得懂是什么意思就行 那我现在仓库当中的包装物少了 哪去了呢 您看看是租出去了 还是说给它借出去了 借方周转材料包装物 出租包装物或出借包装物 这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您是租出去就是出租包装物 借出去就是出借包装物 好继续去看 收取包装物押金 这个押金 不论咱们现在是租出去 或者是借出去 我们都可以收押金 因为怕以后人家不给我还回来呀 或者是他给我弄坏了 收押金这个部分没问题 那收押金的处理您会不会 这个处理您应当会 我们在前面讲其他应收款的时候 稍待说了一下 涉及到押金 其实就是保证金 如果说我们现在 因为咱现在是把包装物租出去或借出去 我们收到押金 我们现在是收押金的一方 这个押金是我们的钱吗 不是 只要人家以后完好无损的 把包装物给咱退回来 我们是不是就得还给他 所以当我们去收到这个押金的时候 应当确认负债 确认的是其他应付款 这是其他应付款的范畴 应付应该付还没付是负债 负债是借减代价的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时候 再贷方 借方看看收到的是现金 还是银行存款 就可以了 而对于支付押金的那一方 那你比如说张三 现在来租咱们的包装物 他支付给我们200块钱押金 对于张三来说 记得是其他应收款 咱们是收到押金的一方 以后要还给人家 记得是其他应付款 好 等到以后把包装物收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押金再还给人家 就是做相反的分路 其他应付款作为负债 再借方减少 然后贷方呢 是您给人家退回去的钱 有可能是库存现金 也有可能是银行存款 好 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 出租期间 企业按照约定收取的包装物的租金 注意啊 这是出租 因为您要是出借 咱是不是收不着钱 但是出租的话 会收到租金 一旦收到 我们是贷 其他业务收入 借方呢 是对应的钱 比如说库存现金啊 或者是银行存款 注意啊 如果说 我们应该收到这个租金 但是还没收到 我们会去确认一个应收的款项 对于应收出租包装物的租金 我们应该确认的是什么呀 记得吗 这是前面讲的其他应收款的范围 其他应收款的范围 不是罚包电宝加上差旅费 包指的就是应收的出租包装物的租金 如果说租金还没收回来 记得是其他应收款 如果已经收回来了 那么就是直接是对应的钱 当然如果题目当中说要考虑增值税 代方还要考虑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那就看题了 第四个出租或者是出借包装物发生的相关费用 我们在出租出去或者是出借的时候 还会有些费用 看一下 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考的就少了 大体看 A企业按照规定的摊销方法 对包装物进行摊销的时候 那么什么叫摊销呢 就是把它的价值分摊一下 您比如说咱们租出去的这个包装物啊 它的价值假如说是1000块钱 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这个包装物啊就能用 比如说4个月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价值 在4个月里头去进行摊销 因为你想我把它现在租出去 比如说我就给它往外租着4个月 那么每一个月它都会给我带来收入 但对应的也有成本呢 那成本就是这个包装物价值的摊销的部分 咱们在这里涉及到包装物价值摊销 基于我们考试的情形 都是最简单的 就直接是时间上的平均 比如说刚才说了 包装物的成本是1000块钱 那按照4个月摊销 每一个月就摊销250就行了 数不好听啊 但是意思要懂 那么对应摊销的时候 就是借方 如果说是出租出去的包装物 对应的摊销寄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是这样的情形 好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是给它借出去了 此时就是寄到销售费用当中 代方式周转材料包装物 包装物摊销 好 这一块的内容呢 跟我在前面给您讲 最早说这个 包装物的范围的内容的时候 您看毛不矛盾 因为我在前头说 如果说我们把包装物租出去 我们对应包装物的这些成本 会寄到其他业务成本里 如果是借出去 会寄到销售费用当中 矛盾吗 不矛盾 只不过在这里 它不是一次性寄 而是去进行了一下分摊 比如说我分四次 或者是分几次去进行分摊 那咱们在考试的时候就看 如果它说要分几次去摊销 那么我们就分几次摊销 绝大多数的时候 遇到包装物这里 基本上不直接考您账务处理 也不会考您分几次摊销 您只要知道 对于出租的时候 对应到其他业务成本 如果说是出借 那对应到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一次性确认过去 那如果题目当中说分几次也行 但是从来没有在这里单独考过账务处理 只是考文字表述的处理 企业确认应有其负担的包装物修理费用等支出的时候 如果这个包装物现在要修理 而且是我们自己来承担 那跟前面这里摊销的部分是一样的 如果说您给它租出去了 那么我们就会单独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现在对应的不论是说包装物的成本 不论说是一次确认还是分次摊销 一或者是里的修理费用 都是我们取得其他业务收入的成本 所以寄到其他业务成本 而如果说是出借出借的 那么我们本来就没收钱 这就是为了销售而承担的部分 记得是销售费用 代方呢 如果咱是花钱去修 直接是钱减少 看看是什么形式的钱 如果是领用材料去修 那就是材料减少 也有可能是咱们自己的员工去修 那就会涉及到要去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 我们要到第五章当中单独去讲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应的这几道题 单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发出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实际成本应当记在哪 这是随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不单独计价是不是就是 我们为了卖东西而送给人家的 为了销售而送给人家的是销售费用 好继续 下一个判断题 企业销售商品 零用单独计价包装物的实际成本 应当记录销售费用 这是单独计价的 即销售费用对吗 不对 一旦单独计价就会单独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成本记录其他业务成本 而不是销售费用 前面这两道题正好反过来了 接下来 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包装物的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有 A 随同商品出售 注意是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不单独计价的话就是为了销售而 给人家的 记得是销售费用而不是其他业务成本 A选项不正确 不选 B 随同商品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单独计价就会单独确认收入 对应的成本会单独 寄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这里说 记得是销售费用是错误的 不选B 好 再来 C 生产产品领用的包装物 按照实际成本 寄入生产成本 没问题 那有团人说 那这块如果说是计划成本法下呢 计划成本法下 这句话也没错 因为最后还是要调成实际成本 您哪怕一开始发出去的时候 我们写计划成本 但最后一定要调成实际成本 所以最后还是按照实际成本来到 好 D 出租的包装物 发生的修理费用 按照实际支出 寄入其他业务成本 因为这是出租包装物的修理费 您出租的时候就会取得收入 确认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成本 包括包装物的价值 以及这里对应的相应的修理费 都应该寄到其他业务成本 好 这道题 表述正确的是C和D两个选项 其实咱从考试的角度上 因为这是多选题 最起码有两个正确的答案 那咱们从考试的时候 您只要排除掉了A和B两个选项 那么C和D肯定对 我们再去读的时候 就是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下一道单选题 这道单选题 是17年的一道题 相对来说时间长一些了 但是之前曾经在这考过计划成本的内容 所以还是需要来演练一下 其实就是我前面带着您看的立体的范畴 2016年7月1日 某企业销售商品 领用不单独计价包装物的计划成本为6万元 停 因为是不单独计价包装物 那么最终会去到的是销售费用 对吧 它的计划成本是6万元 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负的5% 负的5%意味着是节约查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能够先计算出来 领用的这批包装物应当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就是计划成本6万元去乘以对应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好 接下来您能不能算出来说 我们领用的这批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那实际成本不就是这个计划成本 计划成本是6万 再去 多了一个零 再加上前面的差异 是不是就完了 好看一下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包装物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里不去写具体的账目处理 也能够排除掉很多错误答案 你看一下 因为现在是节约查 那么最终发出去材料的实际成本肯定是低于计划成本的 对不对 而您看看A选项 你这个销售费用实际成本比计划成本6万还高 那它肯定不对 对应的C选项也一样是不正确的 再来B和D 我们不去做账务处理也能够筛选出来谁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销售商品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应该寄到销售费用里头 B选项寄的是销售费用 而D选项寄的是其他业务成本 你看 我即使还没有具体去算数 没有具体写出账务处理 那我都能够筛选出正确答案 是B选项 我们再来仔细的检查一下 我们发出去的这批包装物的成本 它的实际成本应当是6万乘以1 减去5% 对吧 或者说是乘以1 加上负的5% 是一样的 那么算出来的实际成本是 57000 单位是元 好 再来 我们发出去周转材料包装物的时候 它肯定是按照计划成本发 计划成本是6万元 那您看看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箱等 差额在借方 差额是3000 而且这差额就是刚才在前头算的那个差异 现在因为是负的材料成本差异率 那肯定是节约差 再来检查一下 我们说材料成本差异 借方超支 代方节约 但是发出相反 现在是节约差 本来节约差在代方 现在发出相反 所以从借方出来 对不对 对 都检查完了 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B选项 这道题结合了计算以及账务处理 两个都要汇 到这儿呢 关于前面包装物的内容就说完了 那您想一想 包装物那里最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来跟着我 在验槽纸上可以写一些 因为内容啊 您前面的讲义或者是轻衣里都有 我们在验槽纸上可以写一些 包装物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首先 如果说我们是 现在是随同商品出售 那咱是不是要去区分说 它是单独计价 还是不单独计价 如果单独计价 就会取得单独的收入 会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周转材料 包装物的成本 会寄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我们就写几个字 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 好 再来 如果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就是为了销售 而送给人家的 应当记录销售费用 接下来还要去考虑说 出租 以及 出借 如果说是出租 我们会收到租金的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包装物的成本 应该寄的是其他业务成本 好 再来呢 就是 如果说是出借 出借的话 是不是就是白借给人家 我们为什么借给他 不就为了多卖东西吗 会寄到的是销售费用当中 主要是抓这里 如果您说 这大概十个字左右的内容 您已经把握到位了 那么对于包装物内容的考察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接下来再看 低值一号品的内容 低值一号品在历年考试当中 考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就行了 作为存货核算和管理的低值一号品 一般划分为一般的工具 比如说咱们正常的生产的过程当中 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一些什么相应的剪刀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扳手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专用的工具 管理用具 替换设备 劳动保护用品和其他用具等 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那么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需要穿一些防护服啊等等 这都是属于劳动保护用品 这些都是属于低值一号品的范围 您可以看到 这里低值一号品的这个范畴 咱虽说不用背啊 但您看一下 它们都是属于说 相对来说价值没有很高 但是呢 都是可以反复去使用的 使用的时候形态也没有什么变化 你比如说我这剪刀 我能用一次 那我也能用十次 能用一百次 虽然说可能磨顿了 但是总体的形态 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是属于低值一号品的范畴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低值一号品有哪些 为什么让您注意它的范畴呢 虽然我们不用背 但是以往年度曾经联合着周转材料的范围考过 后面会带着您看看题 好 接下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低值一号品的账务处理 首先呢 设置科目 就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低值一号品是二级明细科目 那它是什么类的科目 是不是主要看一级科目 也就是总分类科目 是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是资产 借加代减 余额呢 一般在表示增加的一方 也就是借方 比较简单 没什么可说的 看一下这个表格的内容 这个表格的内容呢 以前曾经以文字的形式 涉及到考察 但是很简单 看一下 低值一号品 可以采用一次摊销法 或者是分次摊销法 那摊销就是我在前头 给您讲包装物那提到的 就是把它的价值 分几次去进行摊销 好 现在有一次摊销 有分几次摊销的情形 那所谓一次摊销法 就是在我们领用这些 低值一号品的时候 一次性给它寄到相应的成本 或费用当中 什么时候会这样呢 金额小的时候 您想到了什么呀 是不是想到了咱们前面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重要性 金额小的话就不是很重要 那我就不给你分好多回了 我一次性给它寄到成本费用里 这就是因为金额小 不重要 所以简化处理了 好 但如果说 不是属于这种金额比较小的情形 而且呢 是要多次使用的低值一号品 我们就会采用分次摊销法 这就是按照账面价值 去分次平均进行摊销 比如说它的账面价值是1000元 假如说我们分四次去给它进行摊销 那么每一次呢 就是分摊250元 是这个意思 有同学说 那我怎么去区分 到底什么时候一次摊销法 什么时候用分次摊销法呢 看题目 只要题目特地强调了是金额小 那咱就是一次摊销法 要不然呢 就是分次摊销法 这是对于低值一号品质 这个表 是相对来说 算是很有可考性的一个了 我这仍然是挫子里头拔将军啊 就低值一号品质 这算是很有可考性的了 它的账务处理的部分 大家简单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处理其实还挺复杂的 但是我们没有考过 我后面给您放了一道立体 让您感受一下是怎么回事 但不需要在这里耗费过多时间 您要说 我能听懂就听 听不懂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拿出一两个小时去研究 看一下 在摊销的时候 会给它寄到制造费用里头 因为我们的这些低值一号品 一般来说都是用于生产产品了 那一旦是用于生产产品 有同学说 那不应该寄到生产成本里吗 但是我们在前头说 如果是一些间接的成本费用 会寄到制造费用里 比如说 咱们现在呢 有一些生产的工具 比如说这里有什么 剪子呀 钳子呀 一些辅助的工具等等 那您说我这些工具 我光生产某一种产品吗 不一定 我这个车间里 可能生产 东小澳 西小澳 北小澳 南小澳 四种玩偶 我现在这么多的这些低值一号品 那它是同时生产不同的这个小澳玩偶的 那此时 这一块 当我们去摊销的时候 它就是属于间接的成本费用 因为您并不能够说 比如说这把剪刀的价值 我们就应该是具体对应到生产东小澳玩偶 或者是西小澳玩偶身上 此时就是间接的成本费用 大体厅啊 毕竟今年把成本核算的内容都给删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 咱们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一开始呢 是在仓库里 所以是 杠 在库 这是加了一个三级明系 我们一旦 从仓库当中领用出来了 你看这是仓库 我们从仓库里头领用出来 拿到生产车间去用 这个时候 就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在库 在带方减少 因为它是周转材料是资产 减少在带方 它要在带方减少 为什么 因为仓库当中的周转材料少了呀 好 干嘛去了 拿去使用去了 所以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在用增加 正在用的增加了 那它增加呢 是在借方增加 好 这是第一步 领用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找数字啊 看好了数字在这 接下来是第二步 咱们在前头说 我们这些低值一号品的价值 是不是会一点一点去摊销 当然如果金额低是可以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 那一次计的这种就不用说了 那我就是借制造费用 带 这个周转材料 杠 低值一号品 是吧 那我直接就给它写完了 咱现在说一下这个分次摊销的情形 分次摊销的时候 比如说它价值一共是1000 我现在给它简单一点吧 假设我分两次去进行摊销 每一次摊销的时候 我借制造费用 你摊销的时候寄到制造费用里 这是借方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 它是属于成本类科目 增加在借方 带方呢 写的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摊销 您带着摊销俩字的 我们实际上跟后面 您要学的固定资产有一个累计折旧 无形资产有一个累计摊销 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一样的 就它们呢 是属于被抵类的 就是借减 代价 一旦摊销的时候 它就是在代方去进行相应的摊销 这个部分您听一下 你说我记不住 太混了 那我就直接倒挤 借方确定了另外一方 是三级明细 是摊销就可以了 一共要做两次处理 因为我们要分摊两次 每次都是借制造费用 代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摊销 每次都是500 都摊销完了之后 最后呢 还有第三步 要把前面再用的 和摊销的 给它抵了 为什么 因为您等把它的价值 给它摊销完的时候 那我这个周转材料 我再用的周转材料 它也已经 耗没了呀 那它没有了的话 我再用当中的 就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再用的要减少 是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再用 会在代方减少 没了 同时 把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摊销里头的金额 给它抵消掉 好 这么说 那这块说完了之后 肯定是感觉比较抽象的 它比较复杂 所以给您对应了一道教材的立体 过来看一下 我把这道立体放在这 我是让您把这个内容弄得滚瓜烂熟吗 不是啊 了解一下就行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大税人 对低值一号品采用实际成本核算 某月基本生产车间 零用专用工具一批 那这些工具是否属于低值一号品 好 实际成本为10万元 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好 特地强调了 它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 采用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 现在是分次去摊销 该专用工具的估计使用次数为4次 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您 它的价值就按照4次去进行分摊 好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应当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那么第一个 我本来是仓库里头的低值一号品 现在拿出来用了吧 所以是仓库当中的低值一号品减少 周转材料低值一号品在库减少 这块您都不用背啊 我们就是基于咱们掌握的语文的能力 看一下 确实是仓库当中的少了 所以它在贷方减少就可以 现在是拿去用了 所以再用增加 您可以说前面这块我都不再重复的看了 因为字都一样 而且也知道是资产 我们就可以盯着三级明细去看 好 继续 是摊销它的价值 因为一共要分4次摊销 每一次摊销 是不是就是它价值的四分之一 它的总价值是10万 10万除以4 那么每一次摊销的不就是25000元吗 摊销的时候 借制造费用 带 三级明细 是摊销 第一次摊销 第二次摊销 第三次摊销 以及第四次摊销 做的处理都一样 借制造费用 带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摊销 好 只不过等到第四次摊销完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总价值都已经摊销完了 而且根据题目的表述 这工具只能用四次 那四次 我们也已经给它摊销完了 价值已经没了 完了之后呢 你想一想 这个工具还能用吗 也用不了了 所以您要是还在账面上记着说 我们还在用的 有十万块钱的低值一号品 对吗 不对 因为用完四次 它就不能用了 所以再用要减少 那之前提摊销了呀 把之前提的摊销 在借方给它抵了 就可以了 好 但是涉及到这里摊销的内容啊 您肯定不是很熟悉 等我们学完了后面第四章 固定资产有提累计折旧 无形资产有提累计摊销 您再回来理解就很好理解 但是这个部分 没有具体考过账务处理 好 所以您是大体看就可以 看一下这道多选题 看看这里会怎么考啊 而且您也看到了 这是一道2012年的考题 十年前的考题 就是因为近几年 周转材料考到的题目 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给您找到 比较久远的题目 看一下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周转材料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 有 A 多次使用的包装物 应当根据使用次数 分次进行摊销 A选项的表述是对的 那有同学说 不是说金额小的 可以一次计吗 但是这里没有说它金额小 我们就应该按照正常的情况来 好 B 低值一号品 价值较小的 可以在领用时一次进入成本费用 这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基于重要性 它不是很重要 所以可以简化处理 C 随同商品销售出租的包装物 这里考的是包装物了 这是出租的包装物 出租我们就会有单独的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摊销额就应该寄到 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这里它写是管理费用 是错误的 不选C D 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是不是跟出租包装物是一个意思 也会有单独的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对应的摊销额也应该寄到 其他业务成本 这里光问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没问题 所以这一道题选的是 A B D 三个选项 好 再看一道18年的判断题 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的科目 借方登记 低值一号品的减少 代方登记 低值一号品的增加 期末余额在代方 是不是白给味 这肯定不对 因为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 不论它后边的明细到几级 你要看它是什么类型的科目 看的是一级科目 也就是总分类科目 周转材料 是材料 是存货 是企业的资产 借加 代减 所以增加的时候应该在借方 减少的时候在代方 它这里是不是写反了 余额一般在表示增加的一方 也就是借方 这完全反了 所以是不对的 好 看一道20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当通过周转材料科目核算的 有 你马上要反映 周转材料 既包括你熟悉的包装物 那包装物比较简单 我闭着眼去找包装物 三个字就行了 接下来还有呢 低值一号品 低值一号品是什么来着 是那些呀 一般来说 也能用好长时间 能用个几次 或者是能用一段时间 而且用的时候呢 它整体的形态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 又不能够确认为固定资产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低值一号品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专用工具 以及 C选项说的 直接把低值一号品 五个字给你放在这了 你不用管 是什么的低值一号品 这里说是为行政管理部门购买的 低值一号品 低值一号品几个字都摆在这了 它肯定是周转材料的范畴 而D选项说 再建工程购入的专项材料 这不属于周转材料 有听说 我怎么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 这个内容 我们链接到后面第四章 学固定资产的时候 会给您仔细说明 这是属于工程物资的内容 咱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这些范围 即使是并入其他的内容 通常也都是在别的地方学了的 咱基于在其他地方 当然也是这本书的内容 学的知识也可以判断出来 这些选项对应应该记在哪里 好 这是属于第四章的内容 后面就会给大家讲到 好 到这儿 关于低值一号品的内容也说完了 整个周转材料的内容就说完了 周转材料 它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说 有可能会考周转材料的范围 就是这个部分 那就是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呗 低值一号品前面 我给您讲它的概念的时候 有几个举例 希望您稍微关注一下 包装物呢 我在前面总结过一遍了 包括什么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 以及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怎么做处理 还有呢 出租出借的包装物怎么做处理 这是考试当中的重中之重 考到的概率是最高的 周转材料这儿 如果考到一般也就是稍微大一句 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是一次性 计入成本费用 什么时候分次分摊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周转材料内容的说明